重要的重點大學 那其實就是跟他的 他整個詩詞大概是全美國最好的 獲得諾瑞爾獎 或者各項的人文科學獎 是最多的一個 詩詞是一個最好的地方 那更重要的是 他位於社會的整觀 還是很相接觸在一起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隨便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我要把 吳布萊金神方程 再學習最後一刻 跟大家談一談 其實就是 我會覺得說 大家一共出社會之後 或者大家要說出社會 上大學之後 你可能會專注在你自己的世界 有人開始 我知道現在有人已經在談戀愛了 那有人 我也講過說 有個同學真的是 上大學之後 整個四年都在兩個世界裡面 他完全沒有擴充他的視野 四年畢業之後就說 上學應該就是這樣 那其實大學不是那個樣子 大學他的面向非常非常廣 可是當然看你願不願意去接觸 然後願不願意去認真 願不願意去努力 所以大學不是有你完四年 這個是我非常深的感觸 有你完四年之後的結果 你可能比現在還要不如 不管是知識層面 精神層面或者各方面 因為大學他本來就是想要自由自主 那雖然說有些教授他可能會比較 比較想要讀出你所以會點名等等 可是大部分的教授是不點名的 那在一個這麼樣自由的狀況下 你是不是可以控制你自己 然後做你該做的事情 其實就變成一個訓練自治的一個非常好的部分 所以就是說 而且你在大學你會看到很多光怪錄你的現象 然後不管是男女關係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分世嫉俗的東西都有 那生日你會接觸到更黑暗的 譬如說有名西圖 那雜居然後圓交啊等等 有各式各樣黑暗面 可是他有各式各樣的光明面 那其實都看你要往哪裡去呢 心性往哪裡去發展 那你真的在這一年你能夠比較確定 你以後要走的科系其實對你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有個奮鬥的目標 那如果你上了大學之後 讀了一年你發現其實跟你的目標差很遠 其實就請你轉學或轉系 因為不要讓這次大學四年浪費了 那像楊木他當初考進去東海的時候 他去念歷史系 可是念了一年之後 他發現歷史根本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而且各式各話主觀的可能 他覺得這樣的東西我讀了有什麼意義 所以後來他轉到外文系 那到了外文系之後他就如意得水喔 然後念得非常非常的愉快 那 因為楊木他這樣一個人齁 而且他 我其實非常非常喜歡他前期的文章 就是當他頂到夜山之後 那一個部分齁是我大學的時候還蠻喜歡的 因為是比較舒情為美的 可是他後來的部分 是一個比較知性跟感性融合的部分 改了一個語題叫楊木 那很多的讀者都很不適應說 你會怎麼做一個這樣的改變呢 那其實他就覺得說人都會成長 那其實這跟正熊魚很像 正熊魚早期的作品也是一個比較熟情浪漫的喔 到了晚年就比較後期的時候 就是一個比較理性和感性互相結論 其實我覺得這跟人的年紀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的熱情很浪漫 然後想要去追求那些理想喔 可是後來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裡面有很多的作者 然後你會去有一些調整 那我希望大家在各式各樣的挑戰之中 都不要忘記你成竹魚獲得那個獅子的心啊 那種熱情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後認真的態度我也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說 我將會不會對你有一些舞蹈 就是說讓你們以為說大學 它其實是真的非常非常美好 可是其實大學有很多地方 是需要你去碰觸去撞擊的 可是如果你不爭進去最強的話 那其實你的東西還是在你的笑牙談 對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說 因為現在你沒辦法 你一定要鑽住在你的課業上面 可是我真的希望你考完試之後 不確定要去哪個地方發展之後 你能夠睜開你的視野 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去 因為以後大家都念一刻 我希望你們多去接觸一些人為學科的東西 去看看這些所謂名家的小說 去小說界不是只有金流 不是只有銀光 不是你們現在看的 不是只有你們現在在看的這些東西而已 它其實是非常多非常多的東西 對 去看看那些多貝爾文學這樣得出 他們寫一些什麼東西 看不懂沒有關係 可是之後慢慢的有些東西 一定會觸碰到你的內心 我很怕大家變成機器人 這是我從以前就一直在講的 我知道說 大家可能在專業公務上面 有你的興趣 甚至專業的程度 甚至已經到了大學的程度吧 可是我覺得說 專業是一回事 可是你們人文素娘絕對不要 我覺得那個東西真的很重要 就是讓你真的 可以感受到你的心在跳 你真的身為人用重要的地方 然後珍惜去感受生活 感受人情 不管是父母 朋友 同學 兄弟姐妹 那些東西都很重要 那些東西可能是真實 網路那些東西是虛擬的 你在網路上太厲害了 你在網路的世界上面 那些痛處其實都是虛幻 小說 偶像劇都是 你只有在你的真實 建立一個真實的人生 你才不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麼空虛 那我一直覺得說 閱讀是一個很好的窗口 大量的閱讀 對大家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那 對 就是 因為 我是 我的休閒活動大概就是 因為是比較靜態的 跟大家可能 有些人可能不太一樣 可是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真的是 建立大家很多閱讀 然後多擴展你的視野 不要只是 因為上大學之後 就變成夜生活啊 然後KTV 夜遊 什麼都來了 可是其實那是非常強悍 你的青春的一些事情 然後除了閱讀之後之外 還建立大家大量看電影 各式各樣的電影 各國的電影 不要只看好萊塢的 那其實電影它其實是 從各個方面 更去擴展你視野 擴展你思考的一個方向 對 所以就是說 你就算沒有去選擇什麼課的話 你參加的社團 也請你多遠化一點 不要你現在念的是物理系 然後還是去參加物理社 這樣會不會聊 老實講 就是說你的專業程度 其實你在系上 已經可以獲得很大的專業 但我希望說你能夠去參加一些 一些比較 非常服務性社團 或者義務性社團 對 因為這個 其實對於你的生活平衡 有很重要的功用 那我這也只是一個過男人的想法 那最重要的是說 希望大概真的是 能夠非常堅定 非常有自信的走下去 不管你過去是過一個什麼樣的生活 可是我絕對相信 剩下這樣子兩百三十一天 來得及的 來得及的 你放掉以前的一切 不管你以前念好念壞 可是你現在的努力 絕對是最重要的 尤其最後你的努力 所以不要怕辛苦 不要怕牢叨 其實各個老師對你都很好 然後真心去體會一下 各個老師要告訴你的關係 就算你很好 因為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他非常值得學習的部分 縱然是你的敵人 他有你的值得學習的部分 所以 或許 對學校我們有很多的怨言 對這個社會我們有很多的不滿意 可是 我還是一直樂觀的相信 他是有希望的 我有越多人這樣相信我 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世界 才會改變 如果這個世界不改變 至少你的心會改變 所以 你們要相信你的能力 好 那 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剛才講過的 當你真的真心想要擁有一個事情 一個事物 去擁有那樣事物 真心的想要擁有時 整個宇宙都會幫助你 所以你一定要真心的去祈求 真心的去做 這些東西都會是你的 好 最後祝大家幸福快樂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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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老師我愛你 歡迎愛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